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场比赛而调到了A组 定到了A组 不过没关系 他们在A组几乎是全胜 四胜一负 但是关键点就是那场混战就是因为输给了RW下导致少了那一分 所以今天来复仇了 是吧 对 复仇之战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一分RW进了S 而因为这一分TTG调到了A组 现在又在卡维赛相遇了 所以这一战到底能不能复仇相当重要 因为在上一次的交手当中 在第一阵段交手 我们印象是有的 因为对于TTG来说那是他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 他们是0比3败给了技能RW下 而他们在跟RW下交手之前呢 却又是3比2战胜了博山第二季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赢了第二季之后 我们以为他似乎是稳定了 稳定S组了 但是RW杀了出来 可是到了二阶段之后啊 RW下却是惊人的在第一场比赛战胜了重庆狼 然后紧接着后面又惊人的休了两周之后回来换了个队伍 四连败了 现在 四连败 毕竟赛场上的感觉嘛 对吧 太久没有熟悉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的 今天我们在赛前采访到了小叶 小叶非常谦虚 说我现在是SA卡维赛打野 对 卡维赛打野 对 这场比赛 我相信对于玄凯教练来说 就是要验收第二阶段后继场比赛 他的成果的时候 对 因为RW侠其实他们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 玄凯教练也多次在采访席当中有提到 就是说队伍目前为止 着重于去研究对手S组的各种队友 对手嘛 就不同的对手有不同的风格 对 然后又去学习去拓展自己的体系 比如说小叶 他现在换风格了 不是在追着于纯野荷了 又玩蓝领野了 对 对 导致了现在队伍的打法有些畸形 就是他们要在这短暂的一个月 就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 他们要吸收很多 学习很多 并且要把一些属于自己的留下来 把不属于自己的清出去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只更强的几男RW侠 而不是说我把所有东西都要吸收 这太难了 是的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而今天的广路TDG刚刚在评论期其实聊了蛮多的 因为不然之前就是杜杰对吧 跟杜杰一起在几男RW侠的 对的 今天他跟小叶又是一次正面的交锋 是兄弟的交手 没错 那么评论期也说 广路TDG其实上中也很厉害 对吧 今天在下路的话 对于风销个人而言 它可能是一个更多的是抗压的作用 稳定吧 我觉得今天稳定的情况下 TDG胜算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听说杜杰给我的消息不是这样 几男RW还是最近如何 最近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看他比赛状态 就是选手还是容易比较急 中期就十分钟特别容易犯错 然后其实上中也的对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有看头的 因为我感觉RW的上中也 其实也不是很属于TTG的上中也 哦 怎么说 因为我记得 子萱这个选手上场的时候 当时杜杰也在打嘛 嗯 对他的什么评价 子萱的话是算是一个 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少年精才了 就是可能如果说你要按照现在办的比赛来说 可能是经验稍微有点不足 需要时间去沉淀嘛 但是他这个人的操作和性格 一些都是非常顶级的 哇 那这是很高的评价 对 毕竟杜杰老师那是在 他的前辈 他的前辈了 这个版本其实是百花齐放的版本 现在很多战变英雄都拿出来了 嗯 包括上一场比赛 在张迦尔教练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嘛 就是你换上了胶水哥试约之后 他紧接着做出的处理是 我优先办战变 是 针对一下 嗯 所以现在战变选手的就是发挥呢 对于今天的子萱来说 对于亲亲个人而言的话 我相信都是很好的一个版本 最重要的是 刚刚杜杰有提到的是 子萱现在可能确实缺一些赛场的经验 去用时间 去沉淀嘛 但是我相信 但是亲亲 刚好他擅长的就是这个呀 对 就是但是我相信啊 几年RW侠在交手玩 武汉E-Star Pro那场比赛之后 应该在经验上 对于子萱而言啊 个人会提升很多 你是在说那一把的关羽是吧 对 一切要从那一刀开始 那一刀开始吧 年轻了 是的 来吧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场BO7的第一局啊 本场比赛 广而TDG是选了蓝方 而几年RW侠是红方 呃 几年RW侠在这个赛季 其实他的主动选边 他其实是蓝方要更多的啊 23次 那其实RW侠教练的风格 他的BP适合在红色方去做 他喜欢把他的射野 双核的位置躺一下 所以RW侠在看他位 所以RW侠在红方胜率是58.3% 高一点的 对要更高 那看一下这局比赛 在蓝方的广而TDG啊 首先是搬掉露娜和不知火舞 然后紧接着 紧张RW侠因为你搬掉了不知火舞 所以我处理掉什么东西 并且把大桥给搬掉 哦 蒙田不出所料了 嗯 一抢 基本上在对于TD而言 就是蓝色方一般都会一抢蒙田的 嗯 一抢蒙田之后 就像是RW侠这里第一把 能打蒙田的很多 有猪八戒 吕布 嗯 有这些对位好打的嘛 有挺多 现在可能还有狂铁这种 狂铁的话就是看 一般是 如果吕布猪八戒被搬了 或用了 那就选择用狂铁了 吕布公本嘛 对 但现在的话 第一局 嗯 英雄池足够啊 对的 全局VP的话 他可能在BOP7的比赛里面 是第三第四局 因为第五局影响会比较大 对对对 而且RW侠第一局拿了 这不是今天巅峰队约看到了两英雄吗 公本五杂 公本五杂 对吧 吕布也见到了 是的 这强度拉满了吧 嗯 TDG卢班父子 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 而且TDG都已经蒙田了 你也不大可能在红色方处 赵怀珍和夏洛特 嗯 对 也没必要 也不好打这两手啊 对 你呀 TDG这是在下路双人组啊 做得很强啊 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 阿豆的鲁班大师 以及封销的鲁班七号 都是只输过一局 七战六胜的 这是刚刚评论席分析了 阵容的时候有聊到的 就是TDG能不能拿这一套 取决鲁班大师这个点 对 而紧接着 紧接着RW侠 则是做出了在下路 能够有能力一打二的萌芽 抗压进攻 如果帮他的话进攻也可以 嗯 再搬个进 搬了王朝军 然后你那张飞处理掉 避免让张飞加上萌芽 再配个中路 像银正和周瑜这种 这样的话就很猛了 那还有牛魔呢 你搬不搬 哎对呀 张飞搬了 还有牛魔 搬掉了 这两个都和吕布 能够配合打正面团 比较厉害的 一心 刘冷 OK 嗯 因为你现在牛魔和张飞都没了 你需要有一个英雄 能跟吕布打配合 只要宽到吕布就盖进去就行了 是 五楼有没有可能是孙宾 有可能 孙宾配一心 要 天上天下 拿银正来扫 无尊 跟你对扫 这么选的话 TDG这套阵容的流人能力 其实就没有那么长 他其实这套阵容 他的理想情况是达四一 打仙上平推 对吧 让要去打蛋蛋 刘斑 哎 这和龚本做了一个配合 龚本加刘斑嘛 强切 因为主要是我现在在游走位置 被你处理掉的张飞加牛魔 用中路来弥补 我对于辅助位置和吕布康布的一个缺失 而紧接着在游走位置 刚刚两位想的是孙宾 对 但是RW的主要链选凯呢 想的是 我这局比赛 在既能够帮助花云打对线的同时 我也可以第一时间摘出来 去帮助龚本武藏打对线 因为你知道这种四一太猛了 对 而打四一的方法拆三二打嘛 对对对 他们前期有可能是打中上野 但是加个刘斑就中上野服了 四打三 刘斑随时可以转换 随时可以到 它是一个灵活的点 RTVG的话 这套阵容需要让蒙田在前期过渡一下 要不然蒙田他无法顺利到四级 也挺难受的 是的 今天好像看起来从第一局的BP上来讲 几年RW霞似乎想要去跟你对撞这个中上野 对 包括两边第一局其实出的英雄强度都挺高的 RW霞是直接出了个攻本 加上吕布这个组合还给配了个刘邦了 这是高配版的了 而且在中上的英雄combo组合上做的都很好 TDG这边阵容强度也高 就是鲁班夫子嘛 再加上清新的蒙田 还有不然那个乱杀的药 对不对 是的 就是这个赛季他一上来 就这一局比赛啊 他上来把自己在本赛季前两个阶段的高胜率英雄全出了 刚刚我说了副子组合 这个赛季只输了一局 而要的话也是只输了一局五战四胜 蒙田的话是七战五胜 都是高胜率英雄 相当高 而久尾的嬴政在这个赛季 在BO5的比赛里面目前还没有出过 目前还没有出过 这还是第一次出嬴政 对这是他第一次拿嬴政 但关键点是他上野下路的摄斧 都是这赛季的高胜率英雄 而他嬴政的出现 主要就是 一我跟中路效应的一星区抢中 其次我在团战压制的过程当中 我能让你的萌芽比较难发挥 对吧 但是他也会被公门武藏的一技能稍微限制一下 是的 但我个人感觉两套阵容拿出来之后 广州TTG这边的小节奏 主要是靠蒙田这里去开了 对 因为要这里的话 前中期估计就着重于去打钱 然后把他的边线最好 经济能够领先到 不怕对面的宫门加刘邦 他的 而RW侠这边的话 他的节奏点其实有中野 两个都一起跑 其实感觉上野的话 上野强度的话 RW其实前面还是要注意一点 因为如果说宫门要是前面不小心被门厅和药 其实两个上野的话 TTG这边更强一点 前期会更强一点 前期会更强 对 线上的时候 你到后面捋不起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中期就行了 是的 主要还是存心长穷嘛 是的 现在专门出来之后 还就有了打了 让我们去期待一下 双方在BO7 第一局的这样的一套阵容上 的上半途的一个对抗啊 以及在后期的一个处理 心不妥协 行不受限 本场比赛是济南RW侠的主场 他们主动选边 选的红方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对局 我是解说瓶子 我是解说潇洒 我是解说杜洁 全军出击 人质一带 卧阳全冲 天上天后 卧阳全冲 天上天后 卧阳全冲 天上天后 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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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开局 正常分线 中路的第一波线被九尾线拿到了 拿到之后直接往上靠 其实如果这么对线的话 RW还挺舒服的 他的两边线都不弱 银正动的他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中路留班前面嘛 如果抢线的话 你交恶就是挨咒 对 所以TTG这里的话 就是银正先抢完线 看他帮哪边 帮哪边 他是先帮了对抗路轻轻这里 不弃的话是跟阿豆 在河道位置进行了一波互偶啊 两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高 但不计选择的回程 是 阿豆选择了帮下了一波 中路的河道之灵 TTG的前面处理还是特别好的 三个河道之灵全部空倒了 就是小资源嘛 就是银正去往上靠了一波嘛 然后鲁巴纳是往下靠 对 然后中路又爆了一波 然后一星的话 只有一个人中路啊 一个二技能阵神尝试抢一下 这轮打完之后 经济就差了个四五百了 这里攻本要来了 这就是小资源的争夺啊 是的 是不是四分钟之前 如果不打架的话 这些小资源积少成多 还是会拉开经济差 对 如果说第二波的河道之灵 再被控 那经济差就会慢慢越来越大了 对 这里大招打上去 直接动手 打一套 在中路遭遇了 两边的打野都没去对抗路 是的 而小 不然的话 这波是吃了个血包 回那波状态 就不需要回家了 像不弃的话 其实他现在 对于RW来说 还是比较注重于小花这边 你可以看到下半途的视野 其实他一直都是站得很好 目前还没去过上半途的河岛 对 这里中路抢了 现在其实也起不了 门庭来了 一技能闪现了 一技能闪现了 逼个闪 不计第一时间交闪 而这局比赛给不计选择的英雄 也是对于小花会有些帮助的嘛 嗯 然后随时随地可以传走 打上半途 但下路这波压力来了 这波来了 他拿到过来 但是 花云是直接交大招给自己加速跑 得被稍微磨一叮塔 这DG想要主动提速啊 这才两分半中啊 两分半 蒙田就来了一波 把下塔磨了一半了 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我们前面有聊过嘛 就是打线上平推会比较合适一点 真凭琴琴的小结众嘛 就主要是跟着这个蒙田 蒙田有大的话就可以推一波塔 因为这个时段 RW霞的作战能力没有中期那么强 没错 就是琴琴在上一次使用到 就是本赛季第一次他使用关羽的那场比赛 就是这样的 他对于发育路的支援频率太高了 对 他基本上就是 有机会就会往下来一波 就让不然去补一波上线 而这局比赛 刚刚两位也聊到了 TTG的阵容的主要节奏点 就是蒙田起 RW霞的节奏点 是中野起 等刘邦四级攻本稍微得有一镜 一镜他有点CD装才能 其实你看到那个门庭就算去下路 他上路交给要两个人 也放心压不掉 对 这里拉回来了准备打 但这波话又没有交进化 知道你伤害不够 然后这个状态被打下去了 但是有血包 有赤甲就能回上来 没错 续航能力强 现在的主动群完全就是在管着TTG这边了 就看现在TTG什么时候在下路Boss一 对的 这波现过后就会有弩车兵 是 其实一波就能把下路压掉了 这里先就得注意到门庭的位置了 目前这波是往下靠的 上路依旧是放给了不然 这波是有一心往下靠 其实还行 这波狼区有点想法吗 应该有 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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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钟 PG这道阵容在野区很容易被一心流 还是不建议他们潜心这么早打野区 先把塔拔了会比较好 这里开到不去啦 这波也飞下来了 这边也来了不怕 这波开到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吕布已经飞下来了 如果你这一波往前冲的话 吕布落地一个大招就是反手团 就直接造了你一个脱节 对 现在下路谁压的凶的话 就AZ上路直接打起来了 刘邦给大招 瞬间变成了一高二打一 这就是刘邦配弓本啊 这真是自信 我8级打你9级追着打 打在哪儿也升9级了 刚好他打野刀家远心 CD也够了 嗯 主要还是刘邦这个大招落地 还给大家提了一波免伤 而且弓门五脏确实在 这种情况下 EV的能力是很强的 是的 这CD够嘛 现在其实吕布的话 跟团会好一点 现在弓门就可以开始粘袋了 你要已经 不太好对了 又邦一波上就够了 主要要看刘邦有没有大招了 现在刘邦有大的话 不然这里就不好打 那这样一波的话 TDG打4-1下路4的节奏也没有出来 当时小爷这里好像有想法 还想再蹲一波药 但是能很多 而且刘邦有大招了 直接动手来了 直接上去大招追上去 继续卡一波 他卡一刀 再跟一下一个空冰斩 收下了不然的药 队有来了 迎阵过来直接扫大招 把刘邦给扫残 但这波一心给的外面 就框了一下 而吕布在这个位置拦住了蒙田 所以没人可以过去 去追击小爷 是吧 小爷已经针对固然打了两波了 和不弃提前商量好 虽然可能知道能很多 但是来都来了 工本家刘邦邦就这样 直接打 他也是抓住了要在前期 他CD不满的情况下 其实大招 二级大招也要十几秒 没错 12秒 主要是他先过去 把固然的大给打出来 他在用大招一决生死追上去 追过去 他先不交大招嘛 来 先看一下这波 对 这波也是先不交大 先砍 然后你这时候想跑 你就已经跑不了 你就算叫龟臣也是在原地交 然后这波是等他先交大 等他快进法 看 因为打他他肯定得大招退了嘛 对 而你再打追上去就行了 这样很难跑的 对 中路旅步一盖 测了测了 规避意思 TDG反倒是下路没有出节奏 被几年RW霞先破掉了5的1塔 而蒙田这个点在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受了 再加上刚刚两位说到的这个阵容 鲁班纳斯又不能主动先手去开 而如果鲁班纳斯不去开人的话 那这个阵容上中也是缺乏留人能力的 我觉得他逆风的时候得想办法找机会去开 还是得开 在中路找找机会 就是对面边线带的特别好的时候 鲁班7号背靠防御塔安全且有闪的时候 鲁班纳斯可以上去尝试一下 但是这个阵容其实开能好像也不是很好开 就是他前辈们聊了 留人能力不强 对 留人能力真的不是 就阿斗这里开上了 你必须要用爆发去直接打掉点 但是你看看现在 你中路毕竟是一个消耗型法师 你能够跟输出的就是封销的这个鲁班7号 银正拿出来就是用大招配合鲁班7号 没有三进套的时候 3S完全会差一点的 对 而且我们看一下子萱 马上就要纯性仓穷了 对的 以及如果你上去开的话 关键是你还不能 无视掉效应这个异星啊 你上去开团会被异星反手的 包括鲁班纳斯如果跳上去开的话 异星这里反给一个大招 就是TDG这里跟输出的人怎么办 对 你鲁班7号要跟输出吧 你鲁班7号要跟输出 必被异星狂倒 异星狂倒了 驴布就是一个大招下去了 所以这种逆风找机会 其实风险也增加了蛮多的 但现在绘围的话 他只能就是锁锁锁了 中路性还得给鲁班吃 如果说赢阵这个英雄 没有什么经济压制的话 就大家都懂嘛 刮嘛 对 这团战作用很小了 是的 RW也是指压边路 他中路不着急 很凶 外面之角 拔鲁班7号偏退 然后下路的二塔拔掉 RW很稳步的推进 这局比赛两边的阵容 都是如果优势打4E 是对手无解的 是的 RW优势打4E 也是对手无解的 他4E随时转3二 他4E随时转3二嘛 对 这就很赖了 而且重点是 现在这个攻步还很肥 而TDG这个阵容的话 他如果逆风啊 脱C位的装备吧 他不像RW这个阵容逆风 RW这个阵容逆风 有足够的反手能力 这里想开 差一点 没开到 刘邦二技能躲掉了链子 拉断了 这里要卡位了 卡位的话 攻准带完线 其实这波中路 可能会有一点声音 直接被打跑了 TDG现在全部都是五人暴中 边路不太敢去 现在在打野的经济上 以及发育度的经济上 都已经形成了差距 没办法 因为他们五个人 现在吃中路一条线 然后再转边后倾线 他不敢先倾 是的 但是RW如果说 要在中路抢线的话 还是比较难受的 最好还是去转到兵路二塔 把炎正拼走 要吧 但九尾他 我觉得没那么好骗 他这局比赛 一定要把这个中手好 因为双边 已经没办法再守了 雄鹿如果掉了的话 那也确实真的 就不好进了 就不好防守了 但现在有一点 就下路 你已经没二塔了 这里都要散开 赶紧点个链子回来 风田在卡位置 感觉这波可以 吕布可以盖了 这波有点 卡不住了 吕布直接跳进去 点个链子 再斩一刀 上去再继续跟输猪 但是赢阵直接给 阿大不侠来讲 这个链子把他拉了回去 而要跟上两段 猎空斩 收下了吕布之后 福气的刘邦阵王 中路的一塔破掉 TTG是一换二 但是中路的一塔 终于是被 几年RW侠冲下来了 这波对RW侠来讲 虽然是二换一 但他们能接受 可以接受 中路塔掉了 目标就是 这个中路一塔 就是开的也很果断 对 主要是现在轻轻 其实逆风之后 他一直在正面 也不吃经济了 现在蒙田有点吃不消 顶不住伤害了 方说RW侠 铁了心要干你上半途 革命迪一个人看好的 是广路TTG 广路TTG这套正是逆风 没有太多主动性了 其实能够理解 革命迪看好广路TTG 就是因为这套阵容 如果是顺风的话 真的是很猛很猛 顺风的话就 就平推 反正两名其实都差不多 对啊 顺风的话 如果要经济有优势 不弃加小叶两个人过来 他都不一定 这里直接逼龙 不换 龙是 但是布兰这里不好走了 被外面之局框住了 最后让一星收下了布兰的人头 可是RW侠这波是跟他们换龙的 而且还拿到了打野的击杀 其实我感觉还是玄凯教练这里 他最后这个摇摆 摇到了刘邦 对这个战局造成的影响 本来你想想 功本是先拿的 左边后拿的要 想要在要 要边线上占据优势情况下 我4-1好打 但是你多了个刘邦 多了一些变数 是啊 那就一个人可能就不好在 反正一打二心里 不管怎么说 心里都会有一点压力的 是的 而且我一直认为刘邦就是一个 能够对于一些 要帮下路爆发运路的 这种打法的战队 能够瞬间切换成打三二的一个 最好用的英雄了 比什么都好 比什么都好使 他是能够打出小大桥的效果的 对 是的 这里上路要也是完全守不了 而且他这手刘邦啊 发挥了不弃 在这个赛季 在游走位置80%以上参传率的作用 效果 是的 这里直接右上 见人就砍啊 小技能摸一下 根根本就不怕 因为毕竟有一个刘邦周有后多满 对 只要不是一打五都没什么问题 他现在经济主要也很高 一万块钱了 TTG现在只能外边资源放一放 守守高地了 但是TTG这边的话 要是想出去的话 阿道哥肯定要拼命留了 是的 最好就是在高地上打团嘛 不会被绕后 是的 然后还有最佳第六人就是高地 直播这段时间就看阿道侠 他们把经济差拉到多少 然后让他们足够多的经济去上这个高地 现在很多的经济都堆得在小叶的身上 对吧 神庄了 对 神庄公文 打一刀还没升级 核心位置都差了差不多两千块 两千 一个大剑 对 发育路也是差两千块钱 其他位置的经济差距并不大 上路假压下路增压怎么走 冰线还没到 他们提前清线了 这波也被处理掉了 上下路的冰线都处理掉的话 那这波攻势就暂时缓解了下来 其他RW霞在面对到TTG不出高的时候 他们应该是要 对 这一波三线进不去就要等下一波龙了 是的 其实高地还是没那么好看的 毕竟有一个银证嘛 银证加鲁板7号 对 就是冲鲁板7号的话 一波冲不好 鲁板7号就收割了 没错 这里下高 有点来不及了 银证一个大招直接劝退 RW霞这种攻坏就是雨露冰竿 鲁板7号上边想开人 拉回了吕布 可能吕布会反手盖了 吕布开了仓球就走了 他并没有超出大招 花云是真胆大 就是不交进化 他靠着自己大招加速拉开了 那个鲁板那是大招的二段 对 就是其实他真的被开了 也没有关系 交个进化 然后刘邦保一下 因为你看这边的话 如果说只要把布兰的位置顶好 其实威胁到花云的位置没有几个 嗯 花云这局比赛也出的是护甲鞋 再加上暴裂 他上去就算是被拉上去 他吃一波爆发 他也不好死 他也死不掉 嗯 这里的话 现在其实两兵 其实得看TTG下一波龙怎么选 如果说出来打的话 应该是要放 如果没有太好的机会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 对于他们来讲 出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打一个绕后 对 你看现在这个经济叉 公本绕后配合上刘邦 你这鲁伴7号就不好保 这个阵容 RW霞希望龙团的时候 TTG出来的 对 这样的话 他可以趁机打一波 如果说换龙的话 那个龙给你 但是肯定把龙留下来的话 就赚了 RW霞是不会让TTG去换龙的 这个小叶 他应该是开双龙 直接开了双龙 这小叶是三片野区加上路 但是下路的龙 看不然有没有进入抢一下 有机会想抢的 看什么抢到 强到了 两段二一个强化一加一个成绩 这就是不然啊 那个驯龙高手 对 对 而且主要是那边主宰先打完了之后 导致了小叶这里拼成绩 跟不然拼没优势 少了50%的伤害 这波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我个人觉得RW霞打了个主宰 再回来控这条暴君也可以 是最稳的 但是他想着是对面应该不敢出来了 你没想到TTG 他就是敢冒这个风险 因为他们的打野名字叫不然 因为一个是药游鱼 然后刚好他们那个和阿豆的鲁班大师 他们两个是配合的 给个链子 是的就试一下嘛 他也死不掉嘛 抢到雪砖 没抢到就走嘛 对吧 抢到的话最起码这一波在压高的过程当中 RW还得忌惮一下 TTG这一条暴君buff 哦这里一个大招宽下来 一心一个大 想要这个高低 但是兵线很快就被禁掉了 对 兵线没了 好像在转中的话 中路的兵线也进不去 但这波有一个很大的龙 对 大龙怎么办 这个满血的暗隐血松 龙班7号没状态了 是的 这个龙就不好清了 先把龙兵卡在这里 但是龙在喷防御塔 可是其他人点不掉塔的话 那这一波兵线就没了 这就是抢龙的关键啊 是的 你如果这波双龙buff 全在RW这边 自约了 怕的是TTG啊 对 就其实请兵的那个阶段 也可以看到TTG的那个韧性 第二阶段是非常非常强的 没错 第二轮的韧性强 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这个 场景老板时长21分之后了 没错 这一波抢龙真的很重要啊 因为我刚刚想的是 如果在15分钟的这一波 让RW拿到了双龙 TTG似乎无法守住这个高低 那RW刚刚上高低的决策 估计就是想办法一心去开 跟吕布配合了 对 但是他刚刚就是想用一心大刃 把你逼跑 然后去点塔 而且他在 他如果刷龙的话 他吕布可以直接跳啊 他跳完之后可以闪线拉回来啊 刘邦可以给他打到 自己还有一个苍穹 死不了 他根本死不掉 但是先看鲁班俏 直接打桌 一个杀嘴炮 杀嘴炮 效应有点大意了 他没交闪 对 他觉得有人帮他挡 但是鲁班俏怎么抢龙 就是靠二技能杀嘴炮 爆炸一瞬间AOE伤害呀 范围输出 而且他带了一个斩杀线的 对 这不有点大意了 哎 九尾探草 普攻探草 探到了有人 其实现在如果说压出来的话 你相对于来说4E1的话 其实TTG也不怕了 因为鲁班也神装了 证明的火力是够的 打团的话 现在经济是够了 然后弓本跟要的话 两个人也神装了 其实也还好 弓本是早早的神装 还把鞋子卖了 换成了破军 很暴力 看小花的装备也是出了一个破军 哈哈 两把破军 三把破军了 还有一个直轩的 这样子 赢阵的发挥空间就特别大了 像 维之一个大招的话 其实没有 没有几个人能挡了 吕布是肯定挡不住的 对 但吕布现在 哎呦 有点脆了 小花这里进化被逼了 也得跑 那这波龙团的话 TTG要有说法了 因为RW侠这一波 关键技能 小花的进化交了 吕布的大能好 吕布大招其实无数 可能 可能 不知道 小花算不算是一个尾和 因为我觉得他下一波龙团 肯定要被人冲的 嗯 他下一波 但是他下一波能冲的 不建议是阿斗去冲 因为阿斗现在很关键 得保鲁曼纳斯 他 得保鲁曼切哈 对 他如果要是冲出去了 你要知道风销这一波 可是没有存疑仓穷的 你还是得保保他 他如果冲出去的话 那不就等于给到了子萱 以及效应 开你后排的机会吗 他还是得保持阵型 让轻轻顶前面 对 狂人跳车了 哎 闪现 二斤的闪现躲 能换到吗 没留住 差一点 风销反应很快 躲了第一波的控制 那这一波 效应用闪现 逼了风销 你压人的时候 哎呦 开了 哎 小孩别开了 就不给他 有复活 是的 但是看不然 他打到回坐 再来有人一进的 再打到回坐 看伤害够不够 A了一下 让一星收下了 不然 那这波不然 换掉了花鱼 狗猛猛直接冲进去 打着风销的复活 但是这波猛猛 一开始撤出去之后 狗猛猛也被打到的复活 但是风销最终还是倒了 被效应给其他 效应再A一下 受到精致 就拿到了三连决胜 只剩银正一个和鲁白鱼 这两回合 还得开了手 直接贴到了 弓本的脸上 被弓本一刀斩掉 他想要去跟九尾完成一波combo 但最终两个人都有点卡不出 那首家的人没了 要被一波了 呃 不太好手了 荡子弹可以飞一会儿 但是那个链子 不想等他飞 是的 一波所有人集火收下 A道兵线 再大可以付到水晶 让我们恭喜 金兰RW 虎兰 最后那一波 如果银正不死能守吗 有机会守吗 有机会守 因为状态都不好 但是他们太想杀这个残血弓本了 但是我觉得赶操作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银正放大的时候 他有一个飞行的过程 他如果点那个链子 就意味着我大招放出来的瞬间 我第一根键可以瞬间打到你的脸上 是的 但被弓本回头一道秒了 哇 真的有的时候似乎太急不是好事 但不急也不行 这就是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 也不能说急吧 只能说他们想法很好 敢操作 嗯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起 这个第一局啊 其实双方的这个整体的选择 好像有很多波进攻的选择和防守反击的选择 都没有做到最恰当的一个地方 就有很多这个整体的时机 我觉得被延误了之后 包括RW霞的进攻 你感觉下路高低那波 哎 好像打着打着就没法进攻了 对于这个TTG也是啊 最后一波 团战 这鲁班记号 呃 我是觉得这波往后撤 其实TTG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影响的波团 其实我的这也是 呃 如果光聊最后一波团 其实我觉得右边 其实左边很难赢 因为最后一波鲁班记号就没闪了 对 然后效应上一波的动作是 我用闪现把你的闪现片换了 然后其实这种情况下 你TTG是整体阵容是没有资格出来的 因为我有一塔你没一塔 我工本一定是出现在你身后的 然后小爷又很会绕嘛 然后第二就是你你仗着好像萌芽没有进化 然后你上来开 但是萌芽的经济很高的 他能吃刘邦的大 然后又能吃刘邦的盾 然后又能有换复活甲 你看好像把花云换掉了 然后其实不然也死了嘛 然后工本其实那个时间点是有全技能的 对 然后你把 如果就算鲁班记号他不上来 其实你后续一星的大招加上工本也是能把人全杀光的 对 因为你没前排了嘛 他只需要看着你鲁班 你鲁班只要敢A一下 等工本上来就把你 因为你没闪 就很简单 因为你没闪 而且我一星第二个大好了 你嬴政这种没有大的时候 我一星只要有大 你基本上就像最后一波看着工本 无敌无敌的直接把人全杀光了 其实 RW 匣子把的失误是也有挺多的 其实他下路那一波是一定一波的 因为大龙也到了 而且那个时间点工本是有复活甲的 然后萌芽有复活甲的 只要大龙送进塔里一星去狂大 你敢接团是一定输的 要不然你就把三个高地全放了 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但是可能效应着急了 或者是说这种关键局想赢 然后把大招放了嘛 在前一波龙把那个大招给拽出去了 就导致那一波 第二波那个大龙进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团战契机了 对 然后而且还被鲁班奇号一套连招机给秒了嘛 然后一个杀嘴炮把那个没有被动的一星杀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 BO7就第一局也能理解 因为就你需要更好的进入到自己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这套阵容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底下讨论的声音还蛮多的 我看我TTG里很大的原因 是我觉得其实蒙田就是 轻轻在我脑海当中的画面 转下的那几波压制 或者在中轴 如果抱着鲁班奇号做一个平推 其实TTG这个阵容 我是觉得可以有所尝试 因为银振加鲁器一旦到四 我可以对你进行一些消耗 但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要回到我们三前说吧 你像RW他这个阵容 他就是在红色方 他见招拆招 而且他做的就是他最擅长的东西 这是我们虽然说 RW这场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整体的游戏画面 这场大部分都是在RW的游戏画面里的 是的 其实给你 我刚才在最后一会儿 我直接跟你聊那个工本 其实是优势的 然后有个刘邦其实要是玩不了的 其实效应其实在三分钟的时候 他有一个动作是往下靠的 其实下路已经没有线了 然后且下路也打不起来 其实游戏是这个样子的 你两边打野都在刷野的过程中 其实你的打野是一定要经过一些位置的 因为他要去刷小野或者刷buff 有必经之路 你这个必经之路 只要我的异星和弓本一直卡在那里 我有个刘邦 你是一定会给我机会的 本局MVP给到了小叶 弓本 那这局 其实阵容一出来嘛 刘邦 工本 加吕布 其实还要再搭个异星 这个异星很关键 这四人组其实在上半轴 这中轴往上去辐射那个范围 会对蒙田和药造成很强的压制力 这局我们看到好多次嘛 工本 加刘邦 对于这个不然的药的一个单点压制做得非常的好 这我就是RW他这个游戏画面虽然前面没有找到 但是他这场上全场只要10分钟之前能够找到几波 他就能出优势 是 其实相反的TTG的阵容 前中期就是嬴政的大招加蒙田的大招在4分半那波 就是下路是炮车那一波 其实是一定能把你下塔推掉的 但是那波节奏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画面他这个阵容的画面尤其只有那么一波 他内波画面执行不出来就比较难 对 他下路塔一旦破掉的话 其实那他就可以一直打到对面蓝眼区了 你蒙田有大 嬴政有大 就可以一直打你蓝眼区 这波我们又看到了 就鲁班7号是选择做了一个回头 其实你看嘛那个蒙田打完了一波 他药也倒地了 你只是蒙亚倒地了 但是你的异星是全技能 然后吕布也是满状态 然后弓门也是满状态 其实就是蒙亚把你基本上全家的技能全部都换掉了 这波两个觉得这链子该不该点 点了别回头了 快走吧 他们不应该出来的 他们就他没闪不该 出来的 再守一会其实经济也就打到该有的时间都有的东西了 主要是那个龙 主要是那个龙不好看的 那鲁班没闪了 没有闪 那个地方龙是很难去再看一眼 那个吕布加工本这个如何的 这是几分钟啊 这就是四分刚刚说的那一波 哎不是 这四分半吧 这是刚没有 这是四分钟低 还差一点点四分半那波线 他下波线其实这个时间点应该去把下路塔越了 对 其实这波攻势被缓解了 他萌芽把鲁班七号押走了 然后赢郑大招也在这波是 交掉了 交掉了 他呢 他这波画面就打不成形 然后反观是就是说阿达六村前面 没有像迷风话说的才那么早出 但是他这个画面实际上在前十分钟 找找到几波就没有打了 龙本加刘邦这种情况 你打药要完是完全跑不掉的 就是英雄克制问题 就这种是完全玩不了的 我要去刷小野了 然后如果我不被蹲 那我就一个也刷不了 只能看着你龙本刷野 所以今天其实这个阵型一摆出来之后 这RW就确实铁了心的在要往这个整体上 再看一下最后最后一波这个绝成 看他是拿所有技能换鲁班那个萌芽的第一条命 然后第二条命基本上 弓本出来是全技能的 然后你一个没有闪的鲁班旗号是 其实是不配回头的 这波回头就已经很难打了 但是最后很帅啊 蛮没有明刀蛮一丝血的弓本 把人全杀光了 很厉害 还是这个链子点过去了 就是穿葫芦了 说实话今天的第一局 我们在赛前其实是这样判断的 因为如果说TDG要去跟RW加的一个较量 我觉得需要把很多的比重 放在自己的一个整体上班图 但是他的BP是围绕下班区的平退的画面在做的 鲁大鲁七来做 因为他是蒙田一抢了之后 鲁大鲁七先拿下来 其实他的班位就是给鲁班大师做的 他第一个是火舞 然后强迫人家把沈梦西办了 然后又搬了个露娜 然后是不让你拿露娜首约去打我鲁班大师 就是鲁班七号和鲁班后黄中这一套的 但是整体数损班那波节奏是被瓦解掉了以后 他没有一个平退节奏 其实右边的阵容是要比左边阵容灵活太多了 因为他有刘邦有异性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你打 就也许其实对于TDG来说 老盖也是希望用一套 可能速率并没有那么快的一套平退的阵容 来让自己的队员进入到状态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幕 刚好又被玄凯所洞察到了 主要是刘邦这个点他没有选择搬掉 也没有选择处理掉 拿了个要之后就被动了 他后面搬的两个张飞加牛魔 你张飞加牛魔说真的 你让RW拿到时让画面也能打出来 差不了那么多 尤其是牛魔这个点 我感觉他牛魔拿到比刘邦可能还狠一点 牛魔厉害一点 其实张飞的话也还好 其实张飞配萌亚 你下路如果不是压制 就是你的上半局是弱的 其实你张飞加萌亚不是很厉害 对 是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鲁大鲁奇对线阵容做出来之后 下路一个萌亚 其实整体的压力真的很小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RW 他在红色方 他就做好他自己的 他想明白了 我就做好自己 但TTG就是他想的更多的 就是因为我们赛前 也是一直在说风霄这个年 风霄这个年 老盖也知道风霄这个年 风霄这个年 他前面就一直在做下路的一个 平推他想说白了 想让我的一个 这个看似没有那么强的点 如果这个地方也弥补了 我上半区有强 我是不是今天就很好赢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实际上他这样的一个BP 反而让他最强的这个中复 也不太好发挥了 其实这个药是真的很难撒 对的 就是我很我挺心疼的 他真玩不了 就是在我的视野里 你一个药想刷野 你被攻门只要二级能A到 带刘邦你是一定会死的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把他的上中也是蛮难打的 因为其实他做BP的顺序是先拿的蒙田嘛 然后拿的鲁班大师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蒙田也没有多好发挥 因为他面对的是吕布 然后面对的是蒙亚 这两个东西都是蛮好打蒙田的东西的 是 你要拿鲁班大师的话你就先拿 然后拿完以后给静和 给布兰和青青做一个反Counter位 或者是说稍微舒服一点嘛 你可能你这个打野是个镜 你都没那么难受 因为不是很怕攻门 是 是 当然我觉得确实RW霞 今天在第一局的准备工作 特别是在BP这个阶段 就是做的还是蛮充分的 就是选择用一套前中期 可能不断跟你打架 来创 就来限制你这个打野位的一个边路 带线权的这样一套阵容 也是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士气的增幅 起码RW霞虽然有失误 但是整体从局内的一个大的逻辑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同样巅峰峡谷 王者作家 上汽大众0度1自带 超辣颜值更有超神操作 五框车门带飞 全场节奏 全富士双联屏精彩配合锁定圣局 极客登陆上汽大众官网 解锁辣感新体验 和东鹏特影 加个能量Buff Carry全场 无人能挡累了困扰 和东鹏特影 赢了碰一下不服 更要碰一下Buff拉满 勇闯巅峰 勇闯天涯 SuperX够胆就来碰 峡谷商店随行买 最强神装自载玩 感谢KPL年度合作伙伴 交通银行信用卡的支持 扫码申请交行KPL主题信用卡 峡谷英雄卡面 任你挑 当然其实我觉得对于TDG来说 还是要更加专注地去思考 要再做一些更好的抉择 但它D8挺亏的 它蒙田用过了之后 蒙田这版本是个策略位 也就意味着后面的一个 关于凯和赵怀真家夏洛特 能反制他的东西不多了 那就是夏侯顿也可以也变成了RW的万金油 因为夏侯顿是只怕蒙田一个的坦克 他就可以无脑的就是我有空了 我就先出个这个东西 然后一直在蓝色方瞅着你看你拿什么 看你怎么表演 是其实蒙田他出的真的是蛮亏的一个点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广州TDG整体在BB上面 会做怎样的一些部署调整比赛 马上开始稍微休息一会回来